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业务不经 女主经常在公司被领导骂得抬不起头来 回家后的女主收到了一封奇怪的邮件 邮件附带了一个连接 女主点开连接进入了一个诅咒网站 诅咒分为五个等级 等级越高 收费越贵 女主抱着好玩的心态买了个最低级的诅咒 然后再被诅咒人一栏写下了领导的名字 转天女主收到了一段影像 里面是领导被人泼汤面的画面 说明诅咒生效 女主交给网站的诅咒任务也算完成了 晚上女主继续向同公司的男友抱怨领导的毒蛇 没想到男友也不帮着自己 两人因此不欢而散 女主把吵架的原因全部都怪到了领导的头上 然后一气之下 打开网站 直接买了个四级诅咒 第二天公司就接到了电话的通知 领导在上班的路上因为心脏病发作 被送去了医院急救 需要住院一段时间 女主有些愧疚 为了寻求心理安慰 女主针对最近逃窜的犯罪分子下了诅咒 希望能用这种方式弥补自己的罪过 很快诅咒生效 女主收到了罪犯被惩罚的录像 结果女主却意外地在录像中看到了狗和的男友和女同事 转天女主去上班 偷偷趁着女同事不在翻看了对方的手机 里面存着男友瞒着女主私下约会女同事的短信 这下证据确凿 女主下班后就和男友说了分手 为了报复女同事 女主直接在网站上买了最高级的诅咒 这时男友匆匆赶来和女主解释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男主只是约见女同事帮忙看戒指来和女主求婚 之所以隐瞒只是为了给女主一个惊喜 女主高兴之余突然反应了过来 拿出手机登陆网站想要取消诅咒 但是诅咒已经下达完成 无法取消 女主着急的打电话给女同事 然后第一时间找到了对方 此时楼上的众物摇摇欲坠 女主赶在众物落下前推开了女同事 女同事暂时逃过了一劫 女主把对方带回了自己家招待 表示歉意 在闲聊中 女同事表达了自己对女主的羡慕 并无意中说了一句 如果没有女主 自己就能把女主的男友抢过来 而心不在焉的女同事不小心被烫伤 女主出去买药 结果女主回来后 发现自己的电脑上沾了血迹 女同事已经遇害 这时女主收到了录像 录像中的女同事打开女主的电脑输入了一些东西 接着冒充快递小哥的罪犯就闯进来杀害了女同事 女主看完录像后 然后迅速的打开电脑 发现女同事为了上位 在诅咒网站上对自己下了最高级的诅咒 这时罪犯出现在了女主的身后 女主最终害人害己 难逃一死 接下来是第二个故事 石油出来了 在经济大萧条的社会背景下 没技术没证书的男主成为了一个无业青年 男主游荡在街头 看到撒尿小森的铜像上被人画了涂鸦 便顺手插掉了 为了报答男主 小森让男主撒出了石油尿 一开始男主吓坏了 跑到医院去检查 但是除了尿变成了石油外 男主的身体并没有任何的问题 很快就有科研机构带走了男主 中途男主逃脱 却因为体力不支晕倒在地 接着一个妹子救走了男主 把男主带到了自己的村庄 妹子的父亲就是村长 在男主醒来后 村长不仅没有赶走男主 还给男主提供吃喝 某天村长带着男主来到了干枯的田地里 抱怨年轻人都去了大城市 剩下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没有力气种田 种田的工具又都需要石油作为燃料 但是石油太贵又买不起 导致现在成了贫困村 田地颗粒无收 于是为了报恩 男主就撒了一瓶石油尿给了村长 在得知了男主的特异功能后 村长单独为男主安排了一个住处 男主不再是没用的人 通过不间断的喝水 男主定时向村里提供大量的石油 有了石油后 村庄很快又恢复了繁荣 村长也选择向村民们隐瞒了事实的真相 把功劳归结于自己发现的地下石油 然而好景不长 村里很快就有石油不足了 不管男主怎么努力的加大排尿量 都弥补不了石油的匮乏 某天男主潜入了仓库 发现村长瞒着所有人 偷偷把石油卖给了外国 赚取高额的利润 眼见事情败露 村长也露出了真面目 接着男主被绑架 村长逼迫男主继续产石油 而我们善良的妹子偷偷地救走了男主 两人没日没夜地逃出了村庄 妹子告诉男主 原本村长只是单纯地想让村庄变得富裕起来 但是时间一长 人性的贪婪就暴露无遗 村长就开始独吞石油 第二天 村长带人找到了两人 要挟两人跟着自己乖乖地回去 这时国家那边也收到了消息派人赶到 两方为了男主争执不休 但是男主并不想成为任何一方的利益工具 准备撒尿制造火灾拼死一搏 结果男主此时却恢复了正常 尿出来的也只是普通的尿液 村长和国家之间的争端也就此罢休 村庄再次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男主选择留在了村庄打杂 不久后男主和妹子结婚 并生下了小孩 但是没想到的是 男主的天赋继承到了后代的身上 孩子撒出的第一抛石油尿 让村长的眼里发出了贪婪的目光 悲剧也即将再次重演 好了 今天涛哥就讲到这里 关注涛哥 明天继续给大家讲解剩余的三个小故事 我们不见不散 明天继续给大家看